你好 你好 应该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姜仔 有那个网友留言说 这条河沟呢 经常有人钓到大鱼 然后这个网友离我这里 应该不是挺远的 因为我一路早来呢 才一个小时左右 路程我算了一下 大概20多公里这样子 然后今天我就带了 捡漏的装备 来这里先试一下水 他们开始了 事实证明呢 钓鱼要先放鱼腹 因为前几天 我说那个长江钓 到手的鸭子 竟然被跑了 没有及时的撞通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鹅料来钓 先撒一点 刚打了误哦 不知道哪个鱼来的没有 咱们先试一下 哇 这么深 五条刚刚好点起来 应该是小鱼 拉着那个飘着 对啊 口太小了吧 口小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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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怎么了 这条是大火 这条是大火 拉断了 来来来来 来 我来 我来 这条应该是大火 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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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靠 我靠 这条鱼傻的吗 不傻这条鱼不傻你看你看 这一节搞断了 没有 是这个没有绑紧 是一条鲤鱼 哦那么呢刚刚怎么没有动静呢 太猛了太猛了 这个杆都被搞搞搞坏了 这个线都直接被拉掉拉松了 还好是刚咬勾 没有勾到它的痛处 如果勾到痛处的话 我估计这个线早就被拉跑了 这个鱼太厉害了 你看我的耳料 耳料都被我剃成这样了 我们继续 网友说的果价没错 这里确实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这条鲤鱼我估计有两斤多 差不多三斤这样 一顶飘 我就知道有小鱼开始吃了 没有拉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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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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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哎 要中 要中 一条不大 哦 第一只 一条不大哦 这条鲤鱼有点小 哎呦 大板鲤 再来一杆 浓重就自己掉 啊 不能中 咱们就回去 烤鱼 阿坤啊 好 今天下午有安排的 我觉得酸菜鱼也好吃 好 咱们今天下午 就去那个羊棚那里烤鱼 确实是个好地方 不过就是太阳有点大 有意思 算了算了 阿坤走我们去烤鱼 好的 不过M仔还是很谢谢私信我的小伙伴 这里确实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M仔的视频 请问M仔点个赞 还有记得私信我的小伙伴 过来吃烤鱼 他们先回去 咱们先赶一下鱼货 两条可以吧 别到手的鸭子又被跑了 两条 走了走了回家了 阿坤这点水有点浅喔 对啊 哈喽大家好 我正在刚从那上面找过来 它上面的水呢有点浅 然后还是觉得抽着下面比较好 因为这下面有棵芭蕉树 前几天我跟阿森在这里 不过早也的时候 发现了芭蕉树下面有鱼 不过今天我们带了这个桶 前段时间没有桶 所以就没有抽它 咱们今天就把它抽干了 看里面有多少鱼 哦 已经蘸的株贷了 是 这个饭 � staged 我们能胡福 我们回来了 一点火 还会出来了 我对这些砷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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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